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直接活生生地站着 就带一个孩子上台来 就指着他讲 那孩子们就说 哇 你原来是这样的 你原来就是扫毛他们 然后你不用拿图讲 你就直接告诉他 孩子们会透视的 你讲到哪 他会点到哪 因为小朋友嘛 穿的小短裤 上去给他拿个铅笔画 这是为 这不皮上花 孩子们听得比你那个电影真切多 孩子们记住了 你一辈子 其实就这些东西 人体多简单 然后你是个机器一辈子在心怀 然后七脉 七经八脉 人多二脉 这些就介入了 然后拯救就进入了 还是经足推拿按摩 经络学说 就全部进去了 就是很简单 你要把它当成医学来学 你就完了 孩子们永远学不会医 但是孩子们会了解他们的身体 他学不会医的 你不要把它做成理论教孩子 所以我今天讲中医完了 孩子们永远不会了 好 我们今天来了解我们的身体状况 孩子们会的 因为他跟他密切相关 还有我们的大脑神经组织 我们今天来了解我们的头 我们聊一聊 然后要孩子们记住 心肝脾肺肾 各种腺体 其实就这么筋骨皮毛 一耳鼻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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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 你还是记住了 你就是个精绿骨头的时候 好 今天介绍一位 这位药吃到胃里边 顺着哪个精绿走 啪啪啪在身上 就给他画出来 因为孩子们拖得光光 给他啪啪啪这样画 是啊 那个甭炒肛目里边的东西就这些了 就画画一画 这个药会寒性还是弱性 然后他吃到脾胃里边 他从这个精绿走 他会 如果你再加一味药 会推对他 假如他周到肝 会推他拐弯 那就 筋成着实 你配药也有 孩子们不会治病的时候 最起码养生这一块 在食物的搭配上已经学会了 就很简单 他就会说 我们平时吃的食物 稻子啊麦子啊水果啊蔬菜啊这些 再加上我们的桥料 再加上我们就是这些香料啊 各种桥料 大麻花椒啊这些 这加上我们吃的中药啊 这些都是食物来的 都是地里的植物来的 也有动物嘛 那那一部分说陆地 一部分说海洋嘛 就是陆地上就这样 海洋有海洋的药 陆地上陆地的药 山里的草地的 再给他封嘛 然后各种不同的地方的 南方的北方的 四川的三西的 就慢慢慢慢进入了嘛 为什么不同呢 长出的药气候不一样 他别地里 气候缺油 这就是讲一样 就始终不理你的人体 给他讲 始终不理这个肉体 始终指着这个肉体在讲 还是记住 如果你记住 如果一个孩子 比如说那个什么 你的孩子叫什么 死凯 死凯 站在那 我要给他这块画个胃 他这一身都记住 胃在那个位置 他一辈子都不会 我这块画过个胃 我胃在这儿 而且我说你这个胃 只要不好好吃 只要好好爱死吃饭 你就不会得胃 比如他一辈子 那块就不会坏 我告诉你 真的可以的 他一辈子他会记住 我只要不爱死吃饭 我这块就会坏 他就会 他一摸胃 你不用我告诉你 你不用让他背 只要画过他就记住了 每个小孩上去画一次 给他在身上 你看这边是胃 这个是肝 这个是皮 心脏在这儿 肺在这儿 好 你还用他看图说话背 他就脱了上衣 穿个小胆裤 就那样 记住了 里边的看不见 外边的皮肤 你皮肤 看下紫外线会暴晒 你不要夏天 不要暴露 不要 会各种皮肤病 怎么怎么给他 然后说 推荐有什么 有什么药 甚至把市场上 那些东西都给他推荐 是吧 妈妈在用什么 为什么要用化妆品 都连化妆品也介入 就是 你教小孩子 就是把四面的东西 就是把一个东西 不断的我 就是结合进来 跟他说 能说多少算多少 就是 然后孩子将来 卖化妆品的人 可会说 我写完了 先给你们讲讲 中医的 写出里边也给你们画画 心脏不坏 瘟疫不坏 老师我坏了 我要别画上 老师我已经坏了 小孩子说不坏 你看 老师永远说不坏 你给你画个位 老师我都疼开了 完了 他那个意识成员 那真的是进不去了 好多障碍 我们以前学西医 学到爱人 就觉得这种事情 假光年啊 就讲得很可怕 所以西医的概念 真的很恐怖 不能要给孩子们教 然后当孩子们把全身的机器 先给他 教完了以后 他再接触西医的时候 就没那么恐怖 叫身体的构造 将这些世界宇宙 到最后就发展到你的心 心的世界 你的心是宇宙 给宇宙的天文书都要讲 因为你的心 这个身体和心 心是没有限制的 身体是好像有心的有限制 但是心的气脉是没有限制的 这些都佛学不尽 那就从心而上的东西 或许你就经着 简单的 慢慢从这样讲讲讲讲 和经的东西都可以讲 经典的东西 你就讲不了星座了 直接把大片也往过拉 是吧 看图 看银河戏 看太阳戏嘛 是吧 看图啊 怎么就完了 我看新的这块媒体 只有你能讲 就是被孩子们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讲不了 我不是说 就没有那么 我也没发现 我一直也在关注这方面的教程 就很多有没有一些周一 在网上会讲这些东西 讲得给小孩子们听 就直接用了嘛 我发现没人给小孩子讲 因为小孩子不是那样教的 等等 等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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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讲完经了 等我把这些经整理完 整理完楼也整 就可以整理一下 我保定你 听大人讲的 他很专注的听 好像是把你都录下来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他没你专注 哈哈哈 太玩笑了 你那两个孩子可以 挺好 他学我 就是 你挺专注的 我学很多东西很认真 妈妈就是个好学生 那可以的 其实 就叫这些东西 其实很简单嘛 你跟老师讲的很简单 就叫你们听一遍 你们就会去那边讲 你们就能讲 你们就能讲 因为只要讲的 通俗一朵 就叫你把那一朵 听完就能讲 是 是 不 是 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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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